小鹿 带两个弟弟去吃一点 填一下肚子 好 谢谢姐姐 谢谢小玲姐姐 而前厅的苏三郎和陈虎几人 也在商量和分析 大哥大嫂 这事情我们是想不透了 但不管最后怎么做选择 我和孩儿娘就依你们为主 就算是没有那破天富贵 我们现在也过得很好很好了 我们满足了 我们已经知足了 现在两个女儿 已有好归宿 陈氏和陈兴也都听话 真的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这当下呀 我们也是满足的 但有这么好的机遇 摆在了眼前 错失了也可惜啊 现在主要担心的 就是 她的真实性 大哥 不管最后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夫妻都听你的就是 好 不管能走多远 咱们两家 都一起扛着 没多久 苏崇 苏华 周恒 下学回来了 他们15号就可以休假 准备启程 去春围 建臣家人都在 苏崇几人敏锐地感觉到 可能有什么事情 他们没提 苏崇几人也就耐着性子没问 先吃饭 吃过饭 大家一起收拾碗筷 苏崇看了看苏小璐几人 小璐 小璐啊 大妞二妞 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几人都摇摇头 不急 等下就知道了 苏华转头 问陈时 师弟 近来学习可有长进啊 二哥 我 我 陈星举起小手告状 二哥 我三哥他总是去练舞 根本就没有好好认字学习 你快罚他 小星 你可恶 师弟 过几天我们就要上京城了 有段日子不能盯你功课了 这几日 你需将签字文的前五十字 写上二十遍 交给我检查 熟背下来 就算喜欢习武 文课也不能荒废 知道吗 二哥教训的是 我知错了 一定改正 苏华点点头 陈时和陈星 他是一定要抓紧的 这是将来 他和大哥最能靠得住的人 他们是男儿 肩上的担子本就中 家中的女眷将来都要他们保护 所以在学业上 苏华从不松险 二哥 你放心 我替你监督我哥哥 他要是没好好学习背诵 我就向你告状 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严厉一点 拿板子 打他手心 陈星俏皮地对陈时吐了吐舌头 他可是借机公报私仇了 臭陈星 好 小心替我看着 到时候二哥给你奖励 若是你监督你哥哥完成好了 二哥送你一只狼蚝笔 怎么样啊 好啊好啊 请二哥放心 小星一定不辱使命 陈时一脸苦涩 苏虫伸手拍拍陈时肩膀 师弟 珍重 苏小鹿等人就是偷笑 苏小鹿吃着姐姐剥给他的瓜子 笑眯眯的 自从芙蓉州回来 他的小零食就没断过 不知道是不是他抽条了 不管怎么吃 瘦下去的肉也没有长回来多少 苏三郎几人回来坐下 陈虎和前世对苏三郎肇事点点头 大家都打起精神静等 孩子们 今天把你们都叫来 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 关乎着我们两家人 所以我们说出来 让你们拿一拿主意 苏三郎缓缓地 把整件事详细地说了出来 等苏三郎说完了之后 大家都陷入思考 周恒看了看苏华 眼里有着担忧 他有些担心 这是不是周智在背后捣鬼 这我觉得初回复 感谢观看